姐 只会说大话 就你那点工资啊 恐怕连钻戒都买不起吧 我们临走 可是要答应送了五千万的钻石剑 不用你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可欣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哇 这样的戒指 我还是头一次见的 没见识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懂什么 这叫仪式感 听伤人家林总 多有心啊 是啊 这么大的钻戒 就半个亿 林总 你也太财大戏出了吧 可惜 这么好的男人 你可千万别错过呀 林总 你愿意 哎 这么大的钻戒算什么 等到咱们回去订婚宴 我会在南城最好的皇家酒店 设宴席来办 真的吗 听说皇家酒店只够贵族和财阀专用 零下不到一百亿的资产 还没有订的资格呢 那是当然 林不凡 到时候我们订婚宴 保安的位置给你留个扣 让你见见世面 不就一个皇家酒店吗 我自己就能来取自如 需要你吗 你这个连钻戒都买不起来窝囊费 这是吹什么牛呢 真是不要意啊 你那个破钻戒我根本就瞧不上 不凡啊 不凡啊 你说什么呢 谁还呢 选奇 你相信我 孙可欣手上的东西根本就配不上 我给你个更好的 你凡别说这种话 你比孙可欣还贵 那么得上义了 你哪来的钱买啊 选奇 有些事呢 我一时间都解释不清楚 但是请你相信 别人有了东西 好深情 好浪漫 看点都给我感动哭了 不知道你这跑腿的小保安 能送出什么东西来 真是不乱 这些上课还没点东西 哪能跟林总比 孙可欣 你别闹了 你这样夸下海口 怎么都不够舒畅呢 学琪 不会让你伤 哎呀 雪琪 林不凡什么条件 大家都知道 他拿出像样的屁里来 岂不是叫他的命 你要实在羡慕呀 我就把这个戒指进里带一下 画个朋友圈 也不是不可以吗 哎呀 还是我们可欣气度大嘛 你瞧不起谁呢 你看我需要你这个破烂 孙可欣 差不多得了吧 就你的突然借我还不稀罕呢 我是看来咱俩同事多年的发展 才借你的 你还不领情 就是 别跟他们应该再说 就你那个也算是航门 但你确定门槛也太低了 马上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航门 你 我跟孙可欣 我跟孙可欣 算是同事 你还是别躲躲别人 好了好了 他就上齐了 大家动快吧 林一家聘你到 林总 你跟孙可欣 跟孙可欣 必须聘你来的 什么 林总 你竟然把聘你都安排好了 我真是太感动了 我办法效率比较高嘛 既然聘你送来了 那就放上来吧 英国皇家皇冠一枚 法国皇家钻石一颗 现金8888万 红白支票一张 随便一件都上亿了吧 喜欢吗 这些东西也就别 孙可欣 你别我不说 这些还一件 都是皇家级别的东西 不是你这个 京城老板 送你那些奢徒吗 就是 请在南城 能拿出这些宝贝的 只有我们林总 对对对 林副凡 别来沾边 林总 请问这些东西 是你送的吗 可欣说了没错 以我林家的实力 就是完全不在话下 那我们小宝贝们 我来了 这里面东西 合同价值颜舱 碰盘你可赔不起 这是林总 做我的聘礼 送你的 你看到感人吗